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圣谷也因此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悬崖上的野修院游览圣谷 只有一条突破路线 很成熟也很简单 游客根据自己的体力和时间 选择不同入口进山泽渴 大多数人都选择坐车至Hulk A进入山谷 花四五个小时 往回 走到Diamara Leecher 再搭车回去 这也是一条民私之路 这黎巴南天主教徒 大约都会来此朝圣 这里有黎巴南目前仅存的野修院 离Hulk不远处就有一所 过去修师们隐居在此当然是图清静 而如今本国游客多会去拜访野修院 让人好奇隐修 是否还像那么回事 从Hulk出发 年时镜像校便能找到一座 始建于13世纪的隐修院 20年多前 哥伦比亚神父Dario来此定居 隐修院作上卫室 拥有两间小礼拜室 一间厨房与一间卧室 以及一座小小的花园 70岁的野修师烹煮 撒扫都自己来 每天花14个小时读经祷告 只在下午2点吃一顿饭 我去的这一天 他的访客似乎有些多 我并不总有这么多客人 他大笑着说 显然非常享受人们的拜访 这是有理由的 在小小的钟庭里 他与远道而来的许多 黎巴嫩信徒比肩而左 一对夫妇拿出了一个生日蛋糕和蜡烛 大家欢呼起来 原来两天后是隐修室的生日 这些游客专程从黎巴嫩南部 赶来为他作售 蜡烛点然后 愿客们簇拥着他 唱一首生日歌 Dario神父吹灭蜡烛 抱歉说他不吃蛋糕 于是在场的每个人都有口福 搬到一块黎巴嫩主妇 牵手之作的蛋糕 后来回想 我总觉得这场景太过古典 仿佛几百 年前中国小说里描写的场景 红尘俗和偶尔探长也居高原于林泉之下 并与他们维持了远 而心里的君子日益 老修室与他的追随者 门在这座影修院 与上的这等姐妹告诉我 如果你愿意 可事先与修室联系 来这里体验48小时影修生活 她来自黎巴嫩南部的小镇 与小镇音乐的护工一同朝圣 目的地是古东的Lady of the Morning 女修道院 这座修道院与她家乡的那座 有合作关系 每年都接受来参加夏季课上的修女 我们一道走在长马荆棘 与橄榄树的山谷中 她一路踩在路边的厨局 要来献给修道院 以面具给我看山间的石窟 那里也曾是修饰隐居的地方 有些像中国苦行僧居住的山洞 一起到达Lady of the Morning 修道院的时候正值五街密萨 小小的教堂已坐满了游客 在美学的歌声北晚洞听 他们当然也是信徒 许多人跋山涉水 前来就为了一场弥撒 而在另一座 必须悠久的南修道院里 我偶尔偏见一位年轻神父 独自走进校礼拜堂 跪在耶稣上前 独自热切祷告了许久 祷告结束后 她流着泪吻了耶稣的双手 低头离开 我以为她是本地修士 不 她在礼拜堂外回答我说 我是游客 来自黎巴嫩山 走到谷底 便看见一条山前流出 莫叹小事了事 马上缩回来 水凉透骨 不过黎巴嫩的男孩们 可不管这些 他们掏出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包 两面朝天 倒向溪水 引来女伴们阵阵尖叫 没什么比这场景更佩忌伯伦的这首诗了 你们的黎巴嫩是戒不开的政治死结 我的黎巴嫩是威俄高耸 只差蓝天的善悦 你们的黎巴嫩是形形色色的教派和正当 我的黎巴嫩是攀登殿时 追逐溪流 在广场游戏的少年 基伯伦小镇从Diamatulation 我坐车回了城 游客们都爱去城小镇 倒不仅仅因为它是神谷的入口 更重要的原因是 这里是基伯伦的家乡和买骨之道 基伯伦死后 他的姐姐Mary Annie实现了他生前的心愿 将小镇外山上一处始建于七世纪的影秀院买下 他的棺木安放在山下的石室里 后来便进行了博物馆 收藏了四百四十件珍贵的基伯伦画作原稿 他的墓前有一处新乡的玫瑰园 在那里可以眺望整个小镇 远处连绵的山谷 山谷宗教堂的坚定 冻沐浴在西洋的余晖中 基伯伦目前的玫瑰园小镇不大 只有一条主路连接明治与商铺 全部走完大约只需半小时 每个人都是天主教徒 每个人都认识彼此 由于没有任何宗教冲突 所以长达十几年的内战之火并没有烧来 令小镇成了序外桃源 镇上上百年的房子比比皆是 我曾为找酒店 撞进一座百多年的名具 受到主人老夫妇出乎意料的款待 这栋小楼是男主人的爷爷建造的 他是个出色的设计师与木工 设计了所有门窗和建筑 既坚固又漂亮 二楼甚至还有坐带喷泉的小露台 花白头发的男主人 主妇漂亮的马达加斯家 女仆为我们泡茶后 便带了个梯子 带我们爬上阁楼 他又让我们见识这栋房子最美的地方 房间完全是旧式成设 干净整节阁楼吉祥 除了一张行军船外容不下其他东西 从敞开的落地窗 可走上外面的露台 对面就是由神的山谷 黄昏时雾记迷 夕阳闪烁不定 荒凉而壮丽的山谷中错落 的是黎巴兰用石块 建造的传统样式房屋 建黄色的石块墙壁 和红色间屋顶上闪发光 男主人在自家阳台上真美 我赞叹了一声 老爷子说 你知道这座山谷最美的季节是什么时候吗 是冬天 当白雪覆盖一切的时候 年轻时 我也赴一夜住在这里 看雪花落下时 觉得自己仿佛身在半空 雪松天堂加美的树木 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 是耶和华所在壮大 都满了之江 圣经里所说的这加美的香柏树 就是黎巴嫩的雪松 三千多年前 统治这片土地的菲尼基王国 一雪松木造船 方能畅行母祖的航行于地中海诸国 成为当时最成功的商人 在与黎巴嫩隔壁中海相望的古埃及 法老一雪松制作灌木 为此不惜耗费人力物力运送这些巨大的木材 甚至曾与菲尼基王国交战 埃及巴比伦 以及所罗门所建造的辉煌神殿 也多以雪松木建造 也难怪它成为黎巴嫩的象征 在黎巴嫩国旗正中心 便是一颗雪松 雪松的顶化如云其石 在土耳其 在普鲁斯等地中海沿岸国家 也生长着这种雪松 但黎巴嫩雪松实在太有名了 以至于成为地中海一带雪松的统称 这高大的树木 曾遍布黎巴嫩全国 但经过几千年的砍伐和使用 如今覆盖全国的雪松林 只剩了几数相互隔绝的保护区 在深谷附近 便有这么一处雪松保护区 如今 有三百多株雪松生长在此 据说这片保护区的雪松平均树林 达到了一千五百岁 从我们到此的司机虔诚的说 有几棵更是生金时代的遗存 如果它指的是旧约时代 那几乎有三千年历史了 林中许多大树都需几人核保 走在仅存的雪松林中 暂时忽视周围光秃秃的山脉 松木的清晓弥漫在空气中 天空被彼此牵连的枝叉分割 成为来的小块 从山谷吹来了干燥的热风 树影跳动 既柏林目前雪松木板上的木志明突然浮现心头 我就站在你的身边 像你一样的活着 把眼睛闭上 目视你的内心 然后转过脸 我的身体与你同在 你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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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没